由于国内的高丽菜生产导致价格暴跌 进行采收根本就不符成本 于是台东的高丽菜农 开放21、22号一连两天 任由民众自行的采收 五颗只收100元 21号一早就吸引了大批的台东民众 呼朋引伴的相约前往采高丽菜 临海路旁的田间小路里头 挤满了汽车机车 大伙儿提着一包包的高丽菜 21号一早 大批的民众吸加带卷地涌入临海路旁的农地 采收高丽菜 虽然手法看起来很生疏 没有专业的来的利落 但是种植高丽菜的农民 提供五颗只要100元的价格 开放给民众采收 想捡便宜 想体验采菜的乐趣 民众个个都玩起袖子裤管 夏天采收高丽菜 可能工序失调吧 是有点生产过剩 我们大概种三甲 大概6万颗 大家如果来采自己5颗100 因为近期我们高丽菜价格崩盘 所以就开放给大家自由来采 今天来非常勇裕 台东相信真的非常勇裕 整个后车厢塞了满满的高丽菜 这位民众一口气就采了60颗 不仅可以自己带回去做菜 还可以分赠给亲朋好友 就是FB他们有po啊 然后就是帮助农民嘛 然后而且也很便宜啊 不想让他们的辛劳白费 所以我们就是拔很多 然后除了自己吃之外 还可以分送亲朋好友 大家可以煮泡菜啊什么的 都可以用 有些民众则是第一次尝试夏天采菜 不仅可以捡便宜 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进行农游体验 第一次才要高丽菜 小朋友也第一次来跟着来 所以感觉很好啊 我们就来体验啊 对啊 因为也是早上看到消息啊 然后看到马上就过来 不然怕抢不到 很棒 它里面有多的虫 那个有虫的更好 因为证明它没有农药了啦 划算 晚正就有收治嘛 还是帮忙农民啊 高丽菜生产过剩 价格崩盘 原本一颗30到50元的高丽菜 为了挽回成本 不惜开放给民众采收 只要自备道具和袋子 前来采收高丽菜 五颗只跟民众收取100元 希望将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安切伦 台东市报导